那些人真的跟我做生意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你這製作者不肯送貨 為什麼你一喊一喊幾百東西 因為我最害怕是什麼 我最害怕是有客戶沒有貨賣 反正我不缺錢 而且我做生意很好的 你問問我的developer 貨到我都沒有數 那些票影拿去 我從來不會窄街數 為什麼呢 第一 我的會計成本會高 現在銀行利息又不多 第二 我這樣做生意法 那些人不就很願意跟我做生意 如果不是放他 半年後你才收帳 老實說 如果現在銀行利息很高 我可以拿錢去賺銀行息 或者去炒作 那我當然會找人的錢來轉 但是如果 也不是的 我有一定的生意渠道 資金樓是足夠的 現在利息這麼低 我不如 我分享自己的營商手法 我不如找人 令到人人都願意給你最好的貨 那你就可以得天獨厚 有些快賣人一步 因為香港市場太小 有些人心底 不要經常想賺別人的錢 去搞這樣搞那樣 拼一拼 好像80年代一樣 買一份房子就升了 但是如果現在來說 我認為太危險了 所以我覺得做生意是難的 我覺得做生意也是 為何 我 有 如果 我